今天是各种鸟交配的季节 我们附近最多的还是安纯 在鸟的世界里母鸟不叫 而公鸟的叫声是它们求偶的利器 公安纯的叫声高康有力 充满生机 要是您有机会来我们山里 一定要听听安纯的叫声 安纯是一夫一妻制 公安纯特别漂亮 头上有一个小皇冠 你看它们正在准备交配 结果听到了我的脚步声 不知是羞涩还是感觉不安全 迟迟没有行动 然后就各自去觅食了 看起来我破坏了它们的好事 朋友问我 安纯是大补 为什么不捉几只来吃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捉安纯 还是让它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吧 和安纯不同 火鸡是一夫多妻制 所以春天我们常常看到两三只熊火鸡 围着一群雌火鸡转 展开漂亮的翅膀 吸引雌火鸡 过了春天只能看到母火鸡 很少看到宫火鸡 也不知道它们去了哪里 也许春天的交配 使它们精疲力尽 它们需要找地方休息休息 母火鸡除了没有宫火鸡漂亮 它们也不会叫 而宫火鸡不但喜欢叫 还会回应我们模仿它们的叫声 真是有来有往 有一次两只熊火鸡在我家附近 我们开始跟它们对唱 它们从不让人失望 过了几分钟 它们翻过山头已经走远了 我们使出浑身的力气 模仿它们的声音 没想到它们居然隔山对唱 我们真是喜出望外 有什么能比跟火鸡对唱山歌 更让我们高兴呢 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感 可是最终人的幸福感是发自内心的 感觉幸福是一种能力 产生幸福感也是一种能力 要是你具备这些能力 你就会更快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